西域都库府是西汉开始设立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 国际巨星成龙就曾经饰演过西域都库府的大都库 他与罗马帝国的将军相遇 带领双方的军队联手抗敌 事实上这不只是戏剧 因为中国人和外族的交流并不是唐朝才开始大放异彩 而是从汉朝就开始灿烂又辉煌的历程 当时世界的文化几乎是被思路串联起来的 思路的首尾各是中国的西汉王朝和强盛的罗马帝国 中间还有以现今伊朗波斯地区为主体的安息帝国 以及以北的印度阿富汗为主的贵双帝国 这四个帝国堪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四大帝国 而位居思路之首的西汉军力更强大 尤其到了汉武帝西汉铁骑纵横大漠 让马上讨生活的匈奴不得不北顿避锋芒 这也间接促成了日耳曼人西迁 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想知道西汉的军队到底有多强大吗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这是国具巨星成龙所拍的历史电影 内容讲述西汉时期汉朝边境思路上出现一支神秘的罗马军团 他们与汉朝军队相遇 双方展开一场大规模战斗 最后罗马军团败于西汉军之下 然而这个故事却不是凭空杜撰 因为在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甚至这支罗马军团战力精良 一路从西汉潜伏到东汉的三国时代 不但成为一代枭雄曹操最头痛的对手 还差点杀掉曹操 感谢我们熟知的三国历史 罗马军团到底如何出现在东方的 当时的西汉军团又是如何战胜无间不摧的罗马人呢 要历清这个历史上的谜团 我们就必须先从当时的时空背景开始讲起 那时汉朝的最大外患就是匈奴 匈奴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壮中的一支 在春秋时代我们就称为鬼方或者全农 匈奴这两个就是 他们自己这个鬼方或者全农这些族人 对自我的一个称呼 把军事跟他的经济跟他的社会 跟他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既游牧又是军事的一个政策 那善于就是部落联盟里面的最高首脑 在最强盛的时候 这个匈奴曾经有24部族组成 大概有将近寄军30万人 把冰跟游牧生活 跟他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 叫做冰宁合一 随时可以出征去打仗 游牧生活的形态导致物资供应不稳 当时匈奴的解决办法 就是进到中原掠夺汉人的物资 汉出的时候 因为匈奴非常强盛 匈奴不断地攻击汉淘的 这个北方的一个地界 掠夺人口跟财物 当时的流放才真的 他以为他可以打败这个匈奴 就冒冒然这样子出征 结果大败而回 刘邦战败吞下这一口气 乖乖去朝贡 但是到了他的曾孙汉武帝刘彻的时候 因为经过文景之志的休养身袭 国库充实 加上世代人对匈奴的屈辱记忆 刘彻开始积极建军 第一步便是选兵 汉武帝挑兵有两个条件 一是家里有钱 身体有见者 而是身无分文 却积极于名利者 汉武帝时期 他开始冲到职业军队 什么叫职业军队呢 就是直接征聘那种 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 身体强壮的人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以现在观点来说 有钱的人干嘛他要当 你叫那些住地保人 去当兵不可能 但在古代不是这样 第一个 在秦到汉时代 当兵是最容易获得 社会地位的方式 因为古人有一种东西叫绝 汉朝的时候 人的绝位还有十九级 所以没砍死一个敌人 后来升一级 所以叫首级 所以有家里有钱的人 在古代那种身份制社会 要怎么往上升呢 就是靠当兵打仗 因为这是最快的方式 他把大帝撕去这个土地 背井离乡的无业游民 还有失业的平民 给予这个丰厚的物资的赏识 让这些能愿意去打仗 而且兵源增加 还有士兵的战斗力也可以增加 都使得这个兵源 能够在随时需要打凶人的时候 源源不断 而哈武帝建军的第二步 便是加强汉军的武器装备 匈奴主要的攻击武器是弓箭 当时匈奴没有铁器油 所以事实上匈奴的刀是很含有的 他们顶多只有匕首型的东西 更不要说长枪大击 所以匈奴的主要攻击武器是弓箭 弓箭的那个箭头是骨头 他们吃羊骨 吃牛 磨那个骨头 磨尖之后 他们没在做这个 然后用那个草原 临近的树木的树枝做那个箭矢 然后用鸟的鱼 然后做箭矢 就是它所有的攻击才能来自于大草原 这种用骨头磨砂的箭矢 在对付皮箭的时候非常有威力 所以呢 如果部队是以皮甲为主的状态 因为轻济兵为了要减轻负担 就是皮甲为主 因为它需要快速移动 这个被这射中 都是直接透露身边的 所以杀伤力非常大 来人 把铁弓给朕找来 那 让他们也来看看 我们能不能也弄出金刚来 匈奴人有的我们要有 匈奴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时不我待 秦汉时期待 这个双方的战争 只要当中原部队 能够凑齐一种配备的时候 匈奴就不是对手 什么配备呢 不是铁甲 铁甲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它要大量生产 一定要依赖国家级的工厂 有了国家级的炼铁设备 匈奴的剑不再是汉军的威胁 除了防御用的铁甲之外 汉武帝还替骑兵配备了进攻的武器 不过怪的是 这些武器当中却没有弓箭 难道是汉军士兵不会张弓射箭吗 这倒也不是 箭是会射 只是无法再马上张弓 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马凳 匈奴是不需要马队 它就可以马上开工 如果你想知道那有多困难 可以想象一下 你放开双手骑脚踏车 在吃后面 它的平衡感要好到这种程度 但如果连马鞍都没有 就是你骑着没有坐垫的脚踏车 还可以放开双手在吃后面 但是汉武帝为他们战士们 准备另外几项恐怖的单手兵器 足以抵消匈奴弓箭的优势 其中一个兵器就是长枪 马冲刺速度非常快 你拿长枪只要用刺的就行 你看那个《三国演义》的电影里面 或是故事里面 那赵文文他的战术是长枪 那第二种呢 是大概一公尺不到的 大概八九十公分的青铜短箭 这个主要是用测劈 因为在近距离的时候 长枪是使不开的 当双方已经短兵相接 然后马匹混在一起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使用这个青铜箭 青铜箭呢 从侧批的 只要轻轻一划 就可以划开马 都会有你的身体 所以在近距离端很有为力 在电影英雄里面 战国的秦军最强的就是弓箭 这一点在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 也被西汉骑兵队继承下来 而且秦弓还进化为更可怕的武器 也就是单手持握的弩 弩是弓的升级版 其实弩主要在战国时代 就已经开始大战使用了 秦国就非常会使用弩 蒙田的主要战争工具就是弩 弩是阻止鸡兵冲锋唯一的武器 但是弩一定要搭配盾牌 然后使用弩箭 甚至于还有脚的灯楼 他们是躺在地上 用腿的力量拉开弓箭 算好角度发射 这在当时由弩来讲 都是完全无法抵挡 超级可怕的战争工具 有了武器铠甲 但在速度上跟不上匈奴 那都是白搭 于是汉武帝也建制了马院 由西域引进优良的战马 专人照料培育 高度重视战马的饲养跟繁殖 而且还设立专门的马院 来进行严密的防护 鼓动民间来养马 严禁两马出境 以防敌人所用 在武帝集位的时候 街巷有马 牵没成群 非常多的战马可以使用 在汉武帝的规划下 西汉军队有了崭新的面貌 所以汉武帝他创建了一支 發酵味 其实他的部队里面 有八种不同的兵团 其中四种是寄兵 突击部队 像这个飞技 然后有那种运输型的部队 然后还有骑马射箭的部队 还有那种特种部队 重装甲的 冲锋型的 那另外四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一般的部队 再来是水军 然后再来是弓箭兵 特别的弓箭兵 最后一个是 专门部阵营的中壘军 藉由这八种队型的变换 让西汉军可攻可守 战力不再是无下阿谋 汉武帝的私人军团 它可以组合出一个 很完美的那种 部计配合作战 前锋 后卫 运输部队 还有特殊攻击 他要攻城有攻城兵器 要凸击 要防御 要镇守都有 所以当汉武帝开始培养出 这样子的一个军团实力之后 汉朝的军力就开始强大起来 西元前140年前后 汉武帝开始派出新建的军队 小士伸手 他先柿子挑软的打 攻击越南北部的盘踞势力 之后再往东攻打北韩 都赢得胜利 当军队战力经过验证之后 汉武帝自然把目标 转向速敌匈奴 而第一步便是停止和亲外交 跟匈奴翻脸 从今天起 从今天起 再敢提何亲者 另战不赦 某一次 汉武帝在边境巡视的时候 被匈奴所为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 一个小伙子跳出来护驾 让汉武帝大开眼界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身边的 奇奴魏青 拿电了 卫青的神社 让汉武帝非常的激赏 首次扬威抑郁 让汉武帝信心大振 他豪气的对匈奴大喊 海啊 此地不能久留 此地不能久留 然而汉武帝虽然有了强军 却缺议员有勇有谋的将领 名将李广虽然威名远播 但莽撞造劲 汉武帝想世事未卿 这就让太史令司马迁重重的记上一笔 大汉朝五十年来 首次出兵抵抗匈奴 领兵将领有李广 还有你未卿 然而卫青出战之后 却意外没有遇到太多的匈奴兵 快点 将军 去报李广方向 公司奴方向均有恶战 知道了 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 因为匈奴没把我卫青当回事吗 我军越过长城一远 是不是应修正一下 派出真旗 暂时不用 趁周边没有敌军 我们要以快之马 跟上 他们四个将领出去打仗 包括李广 公孙奴 公孙赫 还有魏青 结果三路 几乎都没有什么成果 李广还被抓了 只有魏青这一部的人 深入到龙城 龙城是他们匈奴人 祭拜天地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他竟然在那边 可以殲滅敌人七百多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因为过去 从来没有汉奴的军队 那么深入到李军的一个阵营里面 还杀了他们七百多个人 汉军的万余骑兵 在我大匈奴境内 纵横八百里 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 他意味着什么 说 给我记住 魏青这个名字 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小舅子 前部的皇帝 冲啊 魏青他遇到的根本不是主力部队 然后你想想看 一个国家的首要的都市里面 其实是没有防备 龙城是没有防备的地方 所有的部队都出去 反正龙城没什么武力 所以他能够很轻易地去打到龙城 运气的成分是很高 假设他今天像李网一样 碰到的是匈民的主力的话 那胜败之间是很难说 可是为什么他能够获胜 就是魏青的脑袋好 他能够因地治愈 然后随时去做出灵活的调度跟改变 魏青的成功太突然 让汉武帝也不敢置信 难道是侥幸吗 为了知道魏青的能耐 汉武帝再派他出击 第二次的时候 他就真正地去考验他 你能不能够打一场胜仗 结果呢 他裸获了数千名的匈奴兵 那就可以知道说 魏青打仗的确是有一套的 他打完之后都会寄贷 他俘虏了大量敌人的位置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深刻了解 跟匈奴的战争的本质在于 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 而不是杀伤他的人 为何魏青每次总能找到匈奴的主力呢 这就是他脑筋厉害的地方 魏青都寻着草地 天然的草原的草地 然后跟着匈奴的那个 鼓起跟部落很重要 所以魏青打的是灭族的战争 而汉军第七次初级的漠北决战中 魏青更把西汉军团的军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魏青在这个漠北之战的时候 曾经利用封杀地形 左右包插 直击山鱼的这个大鱼 再用这个轻忌 就是很快速的一个打击部队 追逐这个山鱼 一昼夜就行了200元 海域里快速打击匈奴的这个首领 这个就是当时魏青所使用的这个战术 魏青其次出战 都带回数以百万计的流氧马匹 而这些牲口还可跟游牧民族换战马 魏青出战让西汉国库越打越有钱 战马越打越多 但因为魏青谋略如此深沉 让汉武帝刘彻开始害怕 他养出来这头狼 于是有意扶植另一名将领 压抑魏青的企业 而那位将领就是魏青的外甥霍去病 霍去病这个人 他是魏青的外甥 他的母亲是魏少儿 是平阳公主里面的一个奴婢 所以霍去病是从小就在奴婢的群里面 生活长大 所以生活非常困苦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骑马 射箭 还有武艺 但是他不甘心 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跟这些顽固子弟 身色全马 他渴望的跟他的舅舅 魏青能够辞城沙残 做一番的丰功伟越 所以十六七岁的时候 就被汉武帝作为 保卫皇帝的一个侍中官 带刀思维 霍去病的愿望 没有多久就实现了 汉武帝派霍去病 随魏青出战匈奴 没想到这一战 就打响了霍去病的名号 舅舅 外甥给你带礼物来了 带进来 诺 走 舅舅请看 这位是大蚕鱼的叔父 那位是国相 这颗人头 是大蚕鱼的祖父 落猴产 帐外 另有两千零二十八颗敌军首级 请大将军轻点 干得漂亮 霍区病 跟着他舅舅 魏青去打仗的时候 他第一次出征十八岁 就能够率领了将近八百个人 甩开大部队 孤军众生 进入这个追击匈奴 而且把匈奴很快速地打败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在接连遭遇到魏青霍去病 兩元大将的重创之后 此时匈奴的战术已不像过去 正面与汉军冲突作战 而改成回避汉军的主力 在大草原上进行打带跑的游击战术 然而这种方法 却完全挡不住 对胜利饥渴的少年将领霍去病 他化为一头嗜血的狼 四处在草原上 猎捕匈奴的踪击 今天我要出骑兵 你们敢不敢跟我去 敢 霍去病实在 匈奴都已经跟老鼠一样 到处乱破了 所以霍去病大部分都是轻装 然后率领着比较少的士兵 长途奔袭匈奴的根据地 所以霍去病通常都能够抓到 最重要的俘虏 从俘虏的口中 霍去病得知匈奴残余的所在地 于是他定定一个大胆的战略 走迂回路线 绕一大圈到匈奴的背后 袭击河溪之地 这一站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 给予匈奴极大的打击 而另一次的河溪之战 霍去病创下的战绩更是恐怖 他在这一个六天之内 可以转战五国 大迂回战 集中优势兵力 攻破河溪的五个部落 而且快速的连续一两天 就集持1000公里 在高南山上 跟两个匈奴的王 主力来接战 最后立斩如猴王跟浙南王 被封为万军猴 标记将军 破去病的军队 往往深入大漠幾千里远 却不用靠什么补给品 让人不可思议 难道他们不用吃饭吗 破去病的疾病 已经能够吃匈奴的饮食 匈奴饮食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羊肉干 牛肉干 还有马奶 其实做法 其实非常简单 他们连水都可以不用带 只要带研发 谁让你停下来的 可是这缴货 统统扔掉 不要让这些缴货 成了我们的负担 传令下去 烧屎休息后即刻出发 为令者斩 可是这些俘虏怎么办 你们看着办吧 把这些俘虏都给我射杀了 因为没有大部分的资重 所以获去病的军队轻装迅捷 来去如风 神出鬼没 而获去病初级所用的战马 也一律只带母马 母马有母奶 只要有牛肉干跟马奶 就可以长时间作战 就补给量非常少 就只要去研发就行了 而且这玩意的敌人也有 所以你干掉的敌人之后 就自己拿来继续游光 这就是为什么 他能够长时间作战 出塞千里 怎么搞的 运输部队在哪儿 没有多玩意儿 获去病军队专场匈奴的物资 比匈奴兵还凶狠 就像西元十三世纪 纵横欧雅大陆的蒙古铁骑一样 快速集结 快速攻击 快速消失 匈奴其实是瘦瘦小小 所以它不会肉搏蛋 你不要把匈奴降生飙型大汗 今天的蒙古人 依然是大概150 60公分 它的优势就是飘忽不定 而且它的速度比较快 它轻 再马上它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它快速射箭干嘛 但是中原祭兵是快头大 重装部队 然后劈个战脚 骑的马又比较高大 拿着长兵器 一斧砍过来威力很可怕 墨北战役 当时他只有22岁 以出色的长途奔袭能力 跟卫军各领5万军人 扔入末北去寻找左贤王 那奔袭了将近2千多英里 虽然造成1万5千兵马的损失 但是尖敌7万多人 相当于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战功 葫芦匈奴王有三个人 而且最远大达了今天内蒙古的肯特山 这一带登上了这个所谓的狼居靴山 是南面中原色谈祭拜 向上参告知说 汉军已经登上了匈奴最重要的 这一个狼居靴山 只有我霍居病 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能够在这一个狼居靴山上面祭天 霍居病的军功 让匈奴留下这段有名的诗词 亡我麒连山使我六处不凡席 知我烟枝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居病在军功上的成绩 无可挑递 但是形式风格 霍居病却遭到众多非议 霍居病他是有什么想着自己的 而且他自己在帐篷里面大鱼大肉 好久好久还带女人 可是士兵呢 士兵都没有人 所以士兵是不会感念霍居病 但是反而这样子 让汉武帝国的霍居病 比较值得相信 因为他不会结私人 霍居病出身那么卑微 他怎么感觉视频这么刮 我怀疑可能是政治毫灭计算 聪明的霍居病 并没有被公民冲昏头 他知道自己是被汉武帝捧起来的 于是他故意妄自尊大 甚至公开跟卫士家族的人闹不合 塑造自己独行侠的形象 也不同于卫卫兴兼公有礼 是因保态的处事作风保护自己 果然瞒过刘彻这位多疑的君王耳目 但奇怪的是 即使过去病对士族如此不好 但是他底下的人还是很有战斗力 为什么呢 卫将者并不一定要跟士兵有同等的待遇 只要赏弓罚过就是了 可以积极士兵对胜利的渴望 只要让他们知道 如果仗打赢了 要什么都有 卫卿啊他非常谨慎 他对士族很好 可是他不敢提拔自己的生家人 所以你看卫卿的手底下 没有任何过来的大将 可是他没有提拔自己的中下成 君王王当场 但卫去病啊 他是出去打之后回来 报公报得不对 所以卫去病是非常明白的类型 他是不恕私人的 他用国家的名气来加少士族 后来卫去病不到24岁 就率先离世 十一年后魏清也跟着去世 两位杰出的将领死后 都陪葬在茂林 而匈奴在漠北大战打完之后 因为担心自己会被消灭 于是向汉帝国请求和谈 此时无敌于东方的西汉军队 在剿灭匈奴之后 却在西域边境上 遇到一支神秘的方正部队 历史学者就他们使用的 装备和兵器来判断 竟然是打遍地中海 无敌手的罗马军团 而让人意外的是 这支罗马军团 居然促成几百年后的三国鼎立 让人不禁感态 历史之谜何其奥妙塞 根据史书记载 西元前三十六年 汉朝西域都部副教尉陈汤 攻打四只蝉鱼 过程当中他看见了一支 特别奇怪的军队 根据他的描述 这支军队带着五彩藩制 数百人披甲成城 步兵百余人夹门于林镇 这样的战术在西域西亚各国 从来都没有见过 却和罗马帝国的军阵 非常相像 但是陈汤最终 还是率领西汉军队 击败了蝉鱼 俘虏了这支神秘的部队 这支军队真的是 罗马帝国的军团吗 如果是 他们为何要横跨几千里 来到汉朝的边境 帮匈奴作战呢 据说这支军队 后来一路潜伏到 东汉的三国时期 成为了当时最强的军事部队 连一代枭雄曹操 都对他们很头痛 最后逼不得已 出动自己的特种部队虎暴计 才消灭了这支神秘的 罗马军团 这场古代特种部队间的对决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以上这篇文字 是颁固在汉书中 对西域都户父 较为陈汤攻击置之禅语 所留下的记载 他们看到了 一只穿着黑色铠甲的部队 人数不多不到千人 但是举个盾 在城墙底下一城作战 弓箭不能杀 马骑兵冲突他们 撞不进去 而且使用短匕首作战 杀伤力很强 所以这支部队 令汉军士兵留下 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经过历史学者的考证 陈汤所募集的神秘部队 这种战斗方法 却是罗马军团独有的杀敌方式 罗马兵团在历史上是有名的 西方的那个上古时代的最强军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希腊的方阵 结合马其顿的 寄兵的战术 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对应所有的状况 而且更重要的是 罗马兵团的战争 没有超级强大无敌的防御 盾兵就是罗马兵团 罗马兵团这种发展出的 方阵步兵盾兵战术之后 它的步兵就跟坎克车一样 所以它能克制制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 罗马可以横扫地中海世界的原因 因为当时周边所有的民族 都是青庄 没有罗马那种强大的战争的 那个动员能量 就是它不能生产重皮奖盾牌 但罗马人比较不喜欢射箭 他们是用标枪的 因为罗马人通常吃肉 喝葡萄酒 在地中海型就有机构非常强壮 所以他们的标枪力量非常强 罗马的标枪比弓箭的差别 你可以想一下 就像手枪跟火箭弹的差距 那么这支罗马军队 为何会来到东方呢 使学家比对同时期的历史记载 做出了推测 罗马共和国晚期 有一个重要的军阀叫克拉苏 克拉苏凯撒旁培是罗马的前三兄 就跟凯撒同时代的 克拉苏曾经率领罗马平衡 东征安息的地 其实当时叫安息 也叫伊朗 其中有一支军团的他二次率领 被包围了之后 他下令各自逃生 这支军团往东 穿越了中央 进入了新疆 他们在当地跟当地的那些 绿洲的国家 发生了联系 最后他们在当地安居下来 这时期同时也是西汉朝廷 在扫荡西域 经营西域的时候 匈奴的主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于是就发生汉朝士兵 跟中亚部落作战的事件 也就是成汤所建的 神秘部队的记载 不过当时是西汉军队 战斗力最强的时候 罗马兵团人数只有一千人 寡不敌众 最终数百名罗马兵投降 被西汉政府安置在 甘肃陕西的交界 叫做离前的地方 这个离前今天就变成 中国西部著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因为它被认为是 罗马兵团后代所居住的地方 现在到达离前 依然可以看到当地 许多金法碧眼轮廓深邃的离前人 在此割脉放牛 经过DNA检验 他们基因有46% 跟欧洲人相似 这些罗马兵团的后裔 并没有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因为接下来的乱世 又需要他们一身好本领 而这个乱世就是我们国人 所熟知的东汉末年三国时代 而他们身份也不再是罗马兵团 而是已经跟当地外族 汇血而成的马超西梁军 西梁军团有分很多派的 董卓是一派 然后另外一个是马超 以董卓来讲 组成的西梁军团 它是以汉军为主 然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 这个马超的西梁军 就是以本地人为主 所以他的军团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 有些甚至都会觉得是外国人 那些高敌敌来免住 离前那个地方就是西枪 也就是后来东汉时期 马超的部队走在地 马超被认为是汉枪混血 那他有没有混了 罗马人的血统 这种不错 即使马超的血统难以厘清 但是他的西梁军战法 这是罗马军团使用的战法 马超的这个西梁军团 跟董卓的西梁军团也不一样 作战方法也不同 马超的西梁军团是以步兵为主 他们擅长于在山地作战 他们擅长使用投标的 就是用脱手长标 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投标枪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比较重物 一打穿之后 你可能就是好像去烧串一样 一打就打得很好 所以这个是马超的西梁军团的特色 他们的臂力非常的大 他们被当时号称为 中国最优良的军事部队 除了标枪的投植 独特的盾兵作战方式 也是马超西梁军 跟其他三国部队不一样的地方 前军是密集的盾牌兵 这些盾牌高有1.7米 宽度有80公分 立在地上作战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一个罗马军团 它就好像变成了一个 四四方方的碉堡 围起来 你要射弓弩射不进来 你要用刺 用枪这样子刺 也刺不进来 盾牌就当作是他们的前导推进 后面这个寄兵才出来做冲杀 再配合寄兵 他的寄兵就全是亲戚 配置跟步兵两个分开 不做阻力做齐齐使用 攻击了之后盾牌就变成一个碉堡一样 然后再打了这个前锋战以后 再由步兵 祭兵去收拾残材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战法 马超的西梁军 看称是三国时期最强的特种军队 不过最后却还是败了 很巧的跟数百年前一样 打败他的也是汉朝的中央军 不过此时汉朝中央军 其实就是曹操的部队 尤其是曹操的王牌 特种祭兵部队 普暴祭 古暴祭是最早成立的一个 忠贞的这个精锐部队 负责保卫曹操跟最高军事机构 霸补这个地方 而且统领都是曹操的直属的一个亲戚 譬如说曹人 曹存 都当过古暴祭这个部队的军事将 所以这个是曹操最强的一支军队 而且作战的时候就像古暴一样勇猛 是一个王牌部队 而古暴祭最有名的事迹 就是老马仕途跟望梅止渴 这两句成语 古暴祭去打乌环的时候 一定是祭兵去打乌环 乌环也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部落 结果就在这个作战的时候就打得很辛苦 又迷路 所以有老马仕途的成语 让这个老马来帮助这个回头路 另外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望梅止渴 因为搭得很辛苦的时候 走得很疲累的时候 又渴又累的时候 那时候曹操就说 前面有一片梅子林 就让大家好像唾液生计 对不对 然后结出了这个困境 如果不是一个精良的部队 怎么可能你说有梅子 你就能够升机 然后就渡过了这个难关 那是一个训练得很扎实 很严格的部队 它能够忍机耐口 它才有办法去突破这个困难 要成为虎暴祭的议员 必须要在战场上 取得百人将的资格才能够加入 也就是必须每次在战场上 都能杀敌超过百人 客观来看 拥有这般无益的人 在别的部队 可能已经是将领了 但是在虎暴祭中 却只是一个小兵最低的标准 可见的虎暴祭的要求 有多严格 而曹操在虎暴祭 这支轻信的装备投资上 也比三国石田一般部队多很多 有大量私人财产的士兵 他们用自己的钱养满 然后可以不停地补修装备 然后拥有比较好的 装用的武器跟盔奖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荣誉感跟地位 所以这种士兵战争起来特别勇猛 虎暴祭不但够中心 移动速度又快 在长板坡之战 虎暴祭就发挥长途奔行的能力 让刘备措手不及 虎暴祭可能已经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有非常明确的实时证明 虎暴祭可以在一天之内 跑出300公里 就是日行千里有那种明确的追击在 像追刘备 从那个星野一路赶到当阳长板 大概1300多 两天两夜就到 第三天就追上 那种行军速度一定是日夜起马 如果没有马蹬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马上颠簸那么久 的话还是南方的地形 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虎暴祭可能已经有马蹬 那你就可以想象 他们会在马上使用双手持握兵器 一旦能在马上使用双手持握兵器 那么就会出现你在电影上 他们看到有这样对决场 一般来说 如果在马上只能使用单手兵器 那弓箭威力就比较大 但是在马上能使用双手持握兵器 就可以在一击当中杀掉 长枪大斧就会出现 威力就比较大 而且如果大量的疾病 都是使用这种兵器的话 那就可以突破这个固定的阵 所以虎暴祭是一种 重甲祭兵器 另外像是突袭袁绍乌朝 梁仓的宽渡之战 还有华龙道兵败 曹操能够脱险 全靠这支虎暴祭的保护 虎暴祭与前面我们提过的 马超西梁军团正是天生宿敌 两支特性战法迥异的军队 似乎终须一战 而这场战争就发生在 赤壁之战结束之后不久 马超趁曹操刚大败 跟姬未稳联合其他的西梁联军 进攻长安 有学者形容马超西梁军 跟曹操虎暴祭的双雄对决 看生是比赤壁之战 还重要的战役 马儿 你也是汉将子孙 何故背反朝廷 曹贼 你也有脸提朝廷而自吗 你弃君往上 杀我父兄 我时当生亲乳 亲乳肉 亲乳皮 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十五肉 琴五皮呢 马儿 你父兄就是想得太挂了 这才梦断九泉 曹贼 拿命来讲 马超率领二十万七粮精兵 兵临长安城下 曹操亲自从取都 率领他的主力战争部队 来到这里跟马超对决 而且双方是精锐精俗打了一名多 最红旁的是曹贼 追射曹贼 最红旁的是曹贼 追射曹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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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人者是曹贼 追射曹贼 曹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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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贼几次被杀到我们割虛气袍 然后呢 乘着小船逃命 徐曹贼用马鞍挡了箭 护卫曹贼 那都是历史书上真实发生的情景 马超西梁军的方正作战 最厉害的就是攻防一体的特性 这种罗马军团独有的作战方式 让曹贼的虎豹气再骁勇也施展不开 马超的部队是截阵而战 所以通常马超部队在退缩的 在回馈的时候 追击战是很 追击马超部队是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他有罗马人互相掩护 退防的时候 会用盾牌兵互相掩护 是不可能追击他的 那如果是列阵而战的时候 依靠短程的弓箭射不进去 用寄兵冲锋 会被他用标枪投射 而且西梁兵各个人高马都很健壮 比中原士兵的力量更强 所以在短逐接战跟若博战的时候 中原士兵是没有战力可言 马又派不上用战 所以在好几支战役当中 曹操都被杀得出手不及 然而最后胜利的一方 却是曹操跟他的虎豹气 为何曹操后来能够获胜呢 原来聪明绝顶的他 发现马超部队的弱点 曹操故意把马超吸引这两个人 把很多鼓力让给他 让马超跟他的部队 形成长时间的对峙 在长时间的对峙之后 双方的部队就一定是 形成大跟隆正的一招 这个时候马超就没说 为什么 因为他的部队能放在他自己 但他其他的同盟军是没有办法 所以最终马超的部队就不会退回 最后马超的部队归降了刘备 反而让屡败屡战的刘皇叔 捡了个大便宜 曹操此举意外的充实 蜀汉的军事力量 也延长三国互相僵持的局面 在马超 带着罗马帝国军团的后裔 前来投奔蜀汉之后 刘备军团的军力好像吃了大补丸 一下子有了跟曹操抗衡的本钱 不过刘备手下的特种部队 可不只有马超这支西凉军 统了之后带你们了解 欢迎回来 在三国时期可以说是冷兵器 百花齐放的时代 甚至连动物也被当做是武器的一种 据说诸葛亮在七秦西南蛮族孟霍的时候 从孟霍的手中缴获了一支怪兽兵团 也就是西南民族最擅长的 象军犀牛军 甚至孟霍他还训练猴子 成为防守属地 险要爱口的军事力量 而孟霍的怪兽兵团 到底有多厉害呢 请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一位历史学者讲过这句话 他说战争不是解决 爭端的唯一形式 却是人类最喜欢的方法 而无数的智慧与发明 就是从战争当中被发掘出来 尤其三国时期 堪称各种冷兵器百花齐放的时代 甚至连动物也被当作是武器的一种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孔明七情梦霍 看似轻松协议 但其实这仗蜀汉兵打得非常辛苦 因为他们对手不再是 曹操孙权底下的骁勇战士 而是人类以外的对手 梦霍手下的怪兽部队 全军列阵 在第二个 离开 离开 梦霍手下 曾经引起了怪兽部队 当时的梦霍她的座基 是叫做一只大红牛的 那曾经这个记载说 她跟梦霍打到第六回来的时候 当时的梦霍 實在被諸葛亮打敗 打了又不怕了 他就叫了一個木鹿大王 那這個木鹿大王是騎著大白象 搖手鈴 可以變出滿山遍野的這個野獸 毒蛇 嚇個諸葛亮的這個士兵 不敢這個迎戰 下時間無數蜀漢士兵 死於孟霍手下的野牛鎮下 諸葛孔明頭痛了 這是他第一次遇到不是人的對手 不過孔明不愧是孔明 面對孟霍的怪獸部隊來勢洶洶 他也有對策 活在籠中之時 就知男兵有驅受之法 此次男征已背下破此陣之物 明日帶我親去迎戰 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 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義 大王放心 國擒此人如情羔羊一般 帶我去回答 面對孟霍手上的目鹿大王 諸葛亮又有什麼妙技能夠帶領蜀軍 擊退滿山遍野的毒蛇猛獸呢 請繼續鎖定現代騎士錄 歡迎回來 利用動物作戰 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常見的做法 孟霍手中的象軍和犀牛軍 披上甲咒 戰力幾乎無敵 孟霍甚至還派出了猴子部隊 利用險要的地形 將威力發揮到最大 面對來勢洶洶的怪獸兵團 第一次遇到飛人對手的諸葛亮 又會使出什麼樣的妙技 深情夢獲收編怪獸兵團呢 請看我們的深度報導 大王放心 我請此人如請羔羊一般 待我去回答 諸葛亮從這個軍營當中 準備了十輛的紅車 那紅車裡面裝什麼 是木頭刻的這個巨獸 身上盯著亮黃黃的鐵爪 還有這個統領 披著這個五彩刺眼的這個毛皮 然後塞滿了煙火彈藥 腳下還有輪子 就好像是真的一隻怪獸部隊 放煙火 嚇著這些所謂的野獸 真的野獸跟這些毒蛇 這個也是嚇著要 所以一點燃放炮 就破了這個夢獲的怪獸部隊 什麼 出 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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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全軍追擊 指導夢獲勞朝 出 夢獲為了阻斷蜀軍的攻勢 下令項軍請朝而出 項兵跟犀牛兵的戰力非常強大 為什麼 因為馬看到他會怕 既兵完全派不到用場 而且如果像犀牛或是大象 披上講奏的話 因為他們的體力又夠 會披上講奏 那麼攻堅也傷不了 如果沒有火氣的話 項兵是無敵的 但此時的項軍 就跟夢獲手下的野牛鎮一樣 早就被諸葛亮的假怪獸 嚇翻了 原來無敵的項軍 也瞬間快不成正 看來 我等難為諸葛成相的對手 二哥 如今之際 不如掃頭蜀軍 胡說 只不過夢獲還不死心 為了阻止諸葛亮的軍隊 往前推進 他甚至連侯兵都用上了 猴子部隊 在西南方有猴子部隊 他們可以埋伏在鹹下的地方 對著路過人丟失的 可以把人從鎮壓上打下去 利用動音作戰自古以來 就是常見的作法 尤其在越地形鹹下的地方 越有作用 而孔明最後如何破了 夢獲的怪獸部隊呢 他將夢獲的軍隊引入峽谷 用火攻一舉殲滅之 最後申請了夢獲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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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打仗嗎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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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曹偏安西南的重要关键 可惜诸葛亮数次北伐消耗国力 不然依蜀汉的基业稳固 三国这场大战 鹿死谁手 恐怕还是魏警之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